周润发为爱奇庆生 被拱献吻怕丑香港天王 发歌周润发的老婆陈慧莲 发嫂 前天荒度58岁生日 发歌约了一般好友到尖瞎嘴为爱奇庆生 两人穿黑色情侣装出席 留着长头发的发歌精神保满 开口为老婆唱生日快乐歌 Happy birthday to周泰 发嫂笑容满面 紧紧依偎着老公 幸福满满 让陈慧莲满脸笑容藏 不住 周润发邀请好友到尖沙嘴参加庆生趴 还与陈慧莲默契穿上黑色夫妻装现身 留着一头漂皮中馋饭的周润发贴心送上蛋糕 不仅蛋糕上曾铺满水果 还擦上彩色Happy birthday蜡烛 以神秘女超人为主题的设计更成焦点 连周润发自己独大赞蛋糕 好敬呀 敬到不得了 陈慧莲笑说 自从嫁给发歌后 每年生 日夫妻俩都一起度过 生命中能认识对方相当幸运 并许愿想读书充实自己 进修商科 体育与教育 希望未来能教小朋友念书 他们结婚31年 发嫂一直担任天王背后的女人 为老公打点一切 庆生怕现场也准备了一个审理 女超人造型蛋糕送给她 发嫂性质勃研究蛋糕 发歌也忍不住夸赞 好敬呀 敬到不得了 她不停叫 老婆 许远了 当发嫂闭目许下生日愿望后 发歌抓着老婆的手一起切蛋糕 生日已到 心想事成 有人不停叫发歌现吻发嫂 发歌霸气答 得啦 得啦 全程笑不停地发嫂 则对镜头放纵飞吻 接着发歌送上一束鲜花 有人又叫他们捧花合照 发嫂结束香港苹果 访问导师她嫁给发歌之后 每年生日都和老公一起过 生 命中有幸认识到老公 她说 我的生日刚好接近年尾 每年都是一样的希望 就是我所认识的朋友 包括我家人和自己 都有健康的身体 可以追求理想 至于我的生日愿望呢 就是将来有机会 我希望可以再读书 现在这个时刻 我有三样东西想学 就是business 体育和教育 体育是我没读过的学科 我已好希望教小朋友读书 到时看我的时间 可以读哪个课程 我们会忍不住